短短两个星期已经有很明显那个长度的增长了 很明显我的眼睫毛是粗了 浓密了 还有坚韧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Wendy 今天就想跟大家讲一下眼睫毛的 我自己的眼睫毛又短又稀疏 其实化完妆之后 都不太觉得自己有眼睫毛的 我看到别人有很长的睫毛 对眼整对哇哇眼那些 我真的很羡慕很羡慕 这么多年来我经常会粗了眼睫毛 偶像也会塗上眼睫毛 夹一下它 下妆的时候又会脱几条 所以这么多年来已经搞到我的睫毛就五六七双 只剩很少又很短 之前有朋友就介绍过我用一些睫毛增长液 就说塗一些营养给它 它就会变长了 但我用完一段时间 我完全完全不觉得有效果 但是近期呢 我听说有一只的睫毛增长液 口鼻很好 很多人用过都说有效 我说的是这一只 在曼宁会找到的 Xeno 浓舌毛增长液 它就说用两个星期 就可以令到你的睫毛又长又浓密又窍 还有临床报告 非常之厉害 好 接下来这两个星期呢 我就会早晚都用它 我就实测一下这两个星期 究竟我的睫毛可以长到多少mm 好了 现在就准备塗这一只的睫毛增长液 大家看到我的眼睫毛 是非常之那么短 是和梳的 那我就量一量长度给大家看 其实这把尺呢 在它每一盒的包装那块盖那里 其实都会找到这一把尺 我量给大家看看 看看我的睫毛是得 嗯 应该都是4mm左右而已 用法非常之那么简单 那首先我们就用它的海绵波波头 塗了根部先 海绵头很soft 不会刺眼的 然后呢 再用一个刷头 刷上下的睫毛 刷到睫毛的末端 这样我们每一根的睫毛呢 都可以塗到这只增长液了 塗完这个睫毛增长液 完全完全没有不适的感觉 早晨啦 我就刚刚起床 现在正在化妆 那在化眼妆之前呢 我都会用这个CINO的 龙睫毛增长液 去和我们的眼睫毛打底先的 我就刚刚化一点点眼影 和先画了眼线 刚刚用它的时候呢 发觉其实真的吸收得很快 用了它之后呢 如果你想再夹眼睫毛 塗毛毛都可以的 你的眼睫毛呢 不会变成蟑螂脚 我之前呢 就用过其他牌子的睫毛增长液 但是一塗下去呢 很冷眼 我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本身对这类产品 我自己有少少戒心的 那这一支呢 就有美国专利的Sympeptide 亦都有科研实证 亦都有厂支持 它就不含油分 不会腌眼 不会刺激你对眼的 不塗在我们的睫毛那里呢 可以很安全地 帮我们的睫毛增长和增多的 今天呢 就是神七的第四天 我觉得我自己的眼睫毛呢 刚才照样看呢 是粗了 和坚硬了 那全天都没有说 drop下来 可以hold住整天 就算我化妆啊 塗Mascara 都没有问题的 它里面就有水解角蛋白 可以强引睫毛 和令到我们的睫毛变粗的 我发觉现在呢 最近我卸妆呢 是不会脱眼睫毛的 终于用了十四天啦 那我现在呢 就量一量长度给大家看先 用了两个星期 我的睫毛最长的一条呢 去到有7mm啊 即是和原本比呢 长了有成3mm啊 真是超开心啊 那用了Sino这一支的 龙睫毛增长液呢 短短两个星期 已经有很明显 那个长度的增长了 其实上下睫毛呢 都是有长的 下眼睫毛的增长呢 也是明显的 还有我觉得一个 令我睫毛的变化呢 就是用了它之后 很明显我的眼睫毛 是粗了 濃密了 和坚韧了 现在就算用睫毛鉗 或者卸妆呢 我都没有脱眼睫毛 睫毛够濃密呢 就会好像很精神啊 好像有薄薄一条眼线 那样 真的会精神很多的 现在呢 夹一夹点眼睫毛 那对眼呢 就可以很漂亮的出街了 现在省了很多化妆时间了 这边就夹了 这边就没夹的 试过这么多只的睫毛增长液 这一只呢 的成分是最安全的 而且它是不会令到我的眼睫 稍微呢 黑黑沉沉的 而且呢 是最快最快看到效果的 现在呢 我都会继续早晚用这支 龙睫毛的增长液 我还会呢 试上用在眉毛那里 那些眉毛呢 都更加浓密 整对眼睫毛就更加漂亮了 只要大家去到曼宁就可以买到它了 200元左右一支了 它可以用到整个月的 今次找到一支这么好用的产品 我又怎么可以收起来吃呢 当然要推介给大家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次的分享啦